你躲什么躲啊 上楼去 我来衣服 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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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超你回去了 妈 你别喊啊 小超她不在家 她出差戏了 嗯 她们一直在家 你就骗我 我一直在你们给我称不明的 我就知道你的自还 攻不起来 死坏 妈 这是死坏吗 我们总不能为了帮助别人 而害了自己吧 帮助你弟弟 就把你害死了 这些年 我们困难的时候 你从来不来我们家 现在 我也不希望你来我们家多数 卡拉在我这里 但是呢 小超说了不算 小超 小超你小爱 小超爱 那些不当啊 妈 你别这样 卡拉我给你 真的啊 真的 但是我要让你做一个选择 这个卡里面只有五万块钱 也不够你说的那个数 如果你把这个卡拿走呢 我就和你儿子离婚 你是选择拿卡呢 还是选择我跟你儿子离婚 哟哟哟 我相信你们不跟你婚呢 他弟弟离婚 你就这么在意 小超也是你的儿子 他离婚 你就一点都不在乎吗 你别吓风啊 你们不回你婚呢 因为你是好孩子 一介好孩子 你就可以把你的偏心 当成是理所当然 一介好孩子 你就把我当成软饰饰 想念就念 对吗 说鬼话 把卡拉风了 现在我后悔了 这个卡呢 我不会给你的 有你这样的婆婆 我也不跟小超过了 幸亏当初 我给自己留了一个心眼 这个卡呢 不是我的名字 是我妈的 如果你再这样胡闹下去 我要小超 人财两空 到时候你小儿子离婚了 你大儿子打光棍 你觉得你脸上有光吗 行啦 我不跟你说了 你自己跟你儿子商量吧 我回娘家了 真的 回来哈 要不你把鱼两碗 差点我找你小妹 一分都没有 行啦 好好过一本日子 而且我不要了 我就知道你不是软日子 我给你两碗要不软日子 跟我一碗 妈 今天又是母亲的 你想吃哪样 等我再给你吃 最远吃点就对了 不用做买楼子了 哎呀 都是自己人 那我可以吃干什么 不然跟江山剩那么多菜 都热解就成分都吃了嘛 亲姐妈 你说我说的对吧 妈 母亲姐快乐 今天做哪样好吃的哦 你今天不是做菜了吗 你有时间过来啊 来来来 这做 今天定是有事啊 没气息 小楠别说了 你妹子过来了 上开给妹子鸡来 你妹子最喜欢吃采鱼火鸡了 妈 小妹她就不是外人 况且呢 冰箱里面还有那么多神菜 叫牛仔去吃串啊 冰箱里面都是神菜 看你买点菜 有什么那么多事啊 哦 那好嘛 小楠你很赞到 小楠我姑娘那一家是和你当佣人的 请妈 一个女人嫁了我们家在家午后就应该她干 我小楠我小楠嫁在你们家是你们能够欺负她了 小楠你平时又少来我家 有些事情你都少餐活的 妈 不要跟他们说 你跟他们说你也说不清楚 你说得很清楚 你经常都在你娘家跑 早一程离婚又是分手的 一天出去都没的就是想多哭 小楠啊 你哭男人哭哦 眼泪能提到你在这个家里面的地位吗 眼泪能让人同情你吗 小楠 你说这话是哪样的意思啊 妈 这个是我的家 小楠呢 她是我妻子哦 小楠啊 把你眼泪擦干 大声地告诉他们 你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她们没的权在这里只说话就来 小楠 你趁开眼睛看看 这个家哪个车是你的亲人 哥 大白天呢你是不是喝多了 哦 小楠啊 你不是说我还搞忘了 我肚子还真有点饿了 小楠 妈 走我们下馆子去 妈 你和小敏呢管在家里面吃鸡啊 我那告诉你 下回来我家的时候呢 带上你自己喜欢吃的菜啊 妈走 哎哟 妈 你得快工资发了没有 发了 我去把他给你自己了 妈 你怎么每次你的退休工资 你都拿去给你小儿子啊 你旁边我不是你的儿子啊 你兄弟家不是困难嘛 我只随便帮助他的 这是一点点吗 这是全部好不好 你一定鸡毛蒜皮的算这些搞乱嘛 我们家缺这一点点吗 你废话 我们缺不缺这点钱 那也是我们汗水泡沙出来的钱啊 小楠 妈 我一直都认为你是个好孩子 现在怎么变成能够计较了 妈 就是因为我好说话 你就把它当成了理所当然是吧 如果我一直不说 你是不是认为你做的都是对的 那两个不是没有工作嘛 你看你一天 有吃有喝的 又有钱 又过得潇洒 你一天早上有事嘛 妈 你一直养着他们 要是我 我也不出去工作 你知道家庭矛盾 是真要产生的吗 作为老人 如果你一万岁当不平 能不会有意见吗 兄弟之间 能和母相处吗 小超 你要管管你协服不 一点都是为了点钱 成天吵吵啰啰啰的 妈 我感觉小楠呢 她说的有道理 你当时把这个钱给我嘛 妈把我不要 你再拿去给弟弟他们 这样呢 至少让她再感觉到有份 勤奋在啊 勤奋 我的钱 我愿给谁花就给谁花 你们管不着 那你不能生我们的给他们啊 我怎么生你们的给他们呢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上个月你外甥考虑大小 你给他一千块钱 是不是小嫂拿给你呢 你看你身上带的经营手指 哪一样不是小嫂买给你呢 你在我们家住了那么多年 你拿过一分钱吗 哎 哎 妈 你是不是进沙子了 来来来我们的脆脆 你这白眼了 我白只要你老大 小楠啊 你也别生气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 没得让他好计较的 妈 你呢 就是这个你 你也别强制着你 小楠啊 什么做的不公平 你要你跟妈的心情 妈 我也是当妈的人呢 我当然知道你的心情 我不说呢 不代表我不知道 我不真呢 不代表我是傻子 我不计较 不代表我懦弱 妈 我已有说话不对的地方 忘你呢 不要往心里面去 妈 小楠 你说你们破心了 以后用这种语气 跟这种方式 你说我们家 能不和谐吗 嗯 小楠你不给做饭 妈 你下次进我们房间 你能不能先敲一下门哦 敲了门了 你们门都没锁 我只是喊小楠下个煮饭 浪达着生了 都不都说了吗 好我这就去锁 小草 你又发个包了 我包里面放的东西都是有闺女的 你拿钱就拿钱嘛 你看 我放的乱七八糟的 我好久翻过你包哦 你钱我也没动过啊 不是你拿的 我这包里面的钱 都不赚好几次了 家里面就是我们这几个人 不是你拿的 你拿的是 我拿的 我拿的钱 我拿的钱不行 妈 你没的钱 你会跟我讲啊 你怎么能试试去翻小楠的包呢 怎么啦 你家人 还有了秘密啊 而且是我拿的 又不是小偷偷的 又拿大街小鬼了 妈 爸 你这就在搞哪儿啊 哦 下面有手破烂的 这有手在对减方案了 我这手给卖了 妈 这些书呢 都是小草喜欢看的书 你下次做这些事情之前 能不能跟我们商量一下哦 商量了呀 这个家还能不能跟你说走 妈 你够了哈 你口中琢琢的家 是我跟小奶奶 不是你个人呢 连你人都是我的 那边这个家我做不出啊 妈 所谓的结婚成家 是我们两个人 脱离了国子的大家 才组建了现在的小家庭 我们的小家庭 其实你不应该插手这么多 妈 我们见你回来了 是让你以客人的身份 来享受我们俩的孝心 不是让你以主人的姿态 不羞耻地插住我们 之间的生活 既然我跟小奶 组成了一个家庭 那我们就应该为这个家 付起责任 小奶 她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如果你还想在这里待了 那就请你尊重她这个女主人的身份 如果你不想在这里待了 我随时都可以送你回老家去 行了 帮叔叔放下 以后没有什么运气呢 不要乱劲我们的房间了 好 我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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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